如果说你查询系统建好之后 以后人家问你什么 你真的可以马上回答他 不用说你等我几分钟 我再帮你去用什么方式 再帮你产生 不用了 你输入一个条件 马上就知道有多少了 甚至你可以交集连集 单一个栏位或跨栏位 其实都可以 你可以预先把它 一般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 先做出那种筛选的条件的话 按钮按下去答案就出来了 当然你这个系统要不要给别人使用 那当然你就看你自己 就是说在公司的角色 像之前有同学 其实他在公司不是做程式开发的 但是他甚至他会的 他做的事情 可能还比那个工程师还要更多 那他就是假装什么都不会就好了 不然的话变成说 事情都要他来做了 但是他可以表现的 比工程师可能做的还要更好 为什么因为主管一看 怎么你什么都好了 什么都这么 对不对 好像感觉你是背后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当然慢慢的如果被发现的话 可能公司还是会蛮喜欢这样的人 就是说至少他在这方面 也可以帮其他同事解决问题 甚至可以把这些系统给建制起来 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像很多时候 很多地方都应该要建很多系统 你看那个公家 像立法院咨询好了 为什么他们回应的速度这么慢 很多系统查一查 马上数据看一看 不就都有了吗 对不对 很多你掌管的业务 你怎么会不熟 像我一定不会 我一定会把所有数据都建好 我需要什么 我一数据一打 我马上知道吗 我怎么不能说 我不知道 那你掌管 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那完蛋了 你怎么去领导底下的人 底下人会骗你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然 如果你把所有系统都建制好的话 其实至少你会觉得蛮踏实的 但也许不一定你来做 可能你要要求每个底下的人 他都要完成需要做的事情 对 OK 那 老师问一下 如果说 他也可以外挂 比如说刚刚讲的Word VBA Outlook VBA 跟那个像什么SS VBA 反正这些VBA 他也可以用外挂的方法 可以达到在Excel VBA 也能够做得到的目的 甚至像物联网 他也可以 比如说某一个装置 我想要知道说 目前的湿度啊 温度啊等等 你只要有个物联网的装置 他基本上也支援VBA 你也可以呼叫他 也可以去侦测的到 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 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其实你只要想得到 基本上都做得到 OK 那 只是说需要一点时间 其实这东西 其实他的边界 你可能很难想象的 基本上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在工作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基本上没有一个软体使用率比Excel高的 以目前的办公室应用来看 有哪一个软体会比Excel使用率来高的 应该没有吧 Outlook也没有 对浏览器可能有啦 FB 对浏览器可能会 但是他不算在内 老板最讨厌看到人家在玩FB 或者Line Line那个也不能算 因为那个不算办公室 他不是在做办公室 所以理论上办公室应用软体里面 早期可能握的啦 OK 但现在握的好像越来越少 你说基本上Excel可以cover掉它 PowerPoint也是在临时性做个简报用而已 那还有一个没有这样的软体 而且早期有很多地方用SS资料固 但现在慢慢也可能 因为Excel够强了 所以SS可能越来越不受欢迎 也可能是 那再来Excel本身 他就已经有VBA了 也具备有准开发环境了 所以基本上他等于如虎添翼啊 可以做到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这个当然 我们刚刚同学问到 那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啦 只是说至于怎么做 可能这延伸性太大了 而且我们有机会再补充好了 像之前有同学说 能不能把它输出成PDF啦 PDF也可以啊 在我云端上 我部落格里面就有补充了 类似有这种 可是他不是我的啦 只是说有点 只是如果说你将来要把它输出成 把PDF改成Word 可以啊 改一下而已 只是说因为这个我看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再来提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防呆 有防呆一 就是第二个防呆是 如果他没有填写资料 那如果没有填写资料的话 我把它Ctrl C好了 这个很简单 逻辑我想不复杂 所以我直接来做 基本上应该要贴到这个 OK 看一下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 如果要防止他没有输入的话 理论上应该他输入完之后 就先判断 那判断逻辑什么 如果 X等于空的 表示他没有输入的话 这样 给他一个警告 请务必输入资料 最好逗点一下 如果你要什么VB 什么比如说Information 或者是 这边有Question 或者是 给他一些按钮的话 比如说VBQuestion 问他为什么没有输入 后面这个就是指的是Icon 你那个有没有跳出一个Icon 如果你没有这个 他不会有Icon 就是白白的这样 好 好 那 Is It Sub 刚刚有Is It For 这Is It Sub 意思说跳到这个城市的最后面 就离开了 所以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业务啊 理论上应该输入 可是有的人直接按确定 那 特别注意哦 如果 刚刚我没有加这个房呆的话 城市就直接 挂在哪里呢 理论上应该挂在那个 应该挂在 过来应该挂在这里吧 如果没给空的话 他理论上就会挂住了 就是说会出现错误 所以我们要防呆 那防呆二的话是防止什么 如果使用者没输入资料的话 我们应该先把他挡下来 就不要让他继续往下 不然的话你按确定 那挂掉了 OK 那第三个是什么 就有同学问说 其实这个都是同学问的啦 而且同学可能遇到 他可能有房呆四 这边有房呆三了 没有四五六 四五六其实也还有可能更多 只是你要自己再去找啦 那你如果可以把一个可能的错误先找出来的话 那你这个系统基本上就越稳固 那越稳固的话就象征这个系统 他可以自主性的运作可以运作的更久 而不会找你麻烦 也就是说呢 他就会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的啦 就可以一直使用下去了 那这一直使用下去的话 基本上就象征 其实他的可用性还蛮高的 没有不会找你麻烦 但是却很方便 比如说你资料又增加了 他也可以让他一直再往下找 好那最后一个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同学问的 如果我说什么 无结果 所谓无结果就是他找不到 比如说我今天找什么 找小咪的话 有 但是如果今天找什么 找那个小小零 假设随便找一个 小 这个是错误的 小零 这个应该没有这个 那他有资料 而且他好像也没有重复 所以按确定他应该还是会跑 只是他找不到 找不到他会不会产生 会啊 可是问题是没有必要吧 你帮我产生一个没有资料干嘛 所以理论上如果没有资料 那应该就不要新增了 那怎么做 这个也是之前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我们想得到的就把它补进来 也许你们可以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可能性的错误 反正就把它尽量预防掉 所以这个怎么预防它呢 那我就想说 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在哪边呢 那可是他跟这个输入无关 所以你不能把逻辑放在这里或这里 因为这里的话是因为他已经输入了 所以我先检查有没有资料 再检查他输入的有没有一样的工作表名称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检查有没有资料 应该是他已经筛选完了 筛选完之后才能够检查 如果筛选没有筛选 我怎么知道有资料没资料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放在筛选的下面 当他筛选完那做什么 其实各位可以看 其实我故意是放在这个筛选的下方 这边有一个防贷三无结果 所以特别重要 等一下如果你要用这一段程式 请找到你的筛选 就是这个 Autofilter 第几栏 Quartieria的下面把它贴上 防贷三无结果 那无结果的话 特别重要 我用什么方式来知道有没有结果 我用range 我把他放这里 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一样 找一个老 老龄 很好 给随便找一个人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 我把它停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最严重 这是我想出来的 我想出来的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式 其实也可以参考 可以想想看 那基本上我是从这边向下追踪 OK 如果他有比数的话 从A1侦测理论上会停在 他应该停在的位置 可是如果他完全没资料的话 他会怎么样 Ctrl向下 会停在哪里呢 1048576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版本 那就是65536 因为版本不一样 2003以前的版本 他最大比数只有65536 OK 就是比数不同了 好 那我要怎么判断比较简单 所以我这边我用我习惯的方法 就是刚刚这个应该有印象 而且应该不陌生 就是A1向下追踪 刚刚有讲过了 等于1048576 就刚刚向下追踪 then表示什么 查无资料 也许你可以再加个逗点 逗点我刚刚讲过了 那比如说你要给他一个什么 VB criteria 好像是一个惊叹号 OK 然后 可是他再多做一件事情 因为你上面有一个什么呢 Auto filter 表示你有筛选 那所以你记得取消筛选 所以这边 这个动作是什么 先取取消筛选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筛选 他还是在筛选状态 他还是在筛选状态 会产生错误 OK 然后 A this sub 离开这个 离开这个sub 就不要往下了 不用再复制 也不用新增 也不用贴上了 OK 所以好 是不是1048576 4的对 查5资料 跳出来 VB criteria 是一个XX 因为每一个那个icon 说真的他都没有图示 所以有的时候 我大概记得几个 但是如果你不记得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逗点 他会跳一个清单出来 然后你就用选的 选选看 反正那些都有他的那个 OK按确定 再来怎么样 因为他在筛选状态 所以selection 结束他的筛选 A this sub 跳到哪里呢 就跳出了 就程式不会再执行 所以防呆3 记得是 放在哪里呢 筛选的下面 放在这里 OK 就防止 如果没有查询结果 那就不需要去做 新增工作表 跟贴上的动作 OK 好三个防呆部分 那我想各位试一下 好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那个VBA的学习 其实跟Excel的学习完全不一样 Excel 如果你早期在学习是应用 使用怎么去使用 但是现在是完完全全不是使用 是要设计给别人用 所以你的level是 你的那种层级是不同的 所以你的想法上面是完全 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使用在人家按下去 某个按钮 他就可以去做出什么样的效果 但是现在刚好你就是要做那个效果出来的那个人 那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像查询系统这个东西啊 也是本来在Excel里面完全没有的 但是你要把它做出来 而且不只要做出来 还要堪用哦 OK 所以这个其实说真的啦 有点像是 就像你 你可能本来是买一台车自己开 现在是要自己坐一台车给别人开 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完全不同的 而且不能说 突然踩下去没刹车 或者踩下去油门不会动 诸如此类的 你还要去防止所有可能性的发生 而且要经过不断的测试 这真的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它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几乎没有一个产业 它的毛利率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意思就是说 其实像软体的成本 如果以算下来的话 基本上最大的成本是 人的那个什么 就是一般工程师的 其实没有什么设备成本 那不像说其他产业 还需要很多的那个零件 跟人家上中下 其实它只要怎么样 你写出来能够用 它基本上就有产生它的价值了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可以先把这个部分先试试看 先试试看 我们下来试试看 大家在想看 你要遗养 好不好 在那里面 我们下来的 所以我们下来的